摘要 中国国际航空的飞机在从中国飞往新加坡途中 引擎起火 机舱内充满烟雾 乘客们弯腰并用手遮住口鼻 飞机在新加坡着陆后 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疏散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烟雾在着陆前约40分钟开始充满机舱 中国国际航空正在调查起火原因